身穿淡蓝色套装 61岁艺人方方方出席慈善活动记者会 常年宜居上海的她近期回到台湾 传出卖掉上海房产 对于房产问题低调没有多做回应 但透露先生丹妮儿也一起 方方方说其实之前每个月 都会回台 封城封道有点受不了 相照台湾大陆封控措施相对严格许多 她认为各有利弊 至于粉丝关心的付出计划方方方方则说目前没有要把舞台留给年轻人 而同场的艺人还有先前被拍到销售憔悴仍努力卖艺的李炳辉 强调没有变瘦对于准备迎来的尾压表演 李炳辉说目前还没有接到邀约身体许可情况下几场都可以 但一旁既宝如则很心疼 你们认为她好像在跟人家就是收费 然后好像在刑起 不 她是觉得她也很快乐 她觉得她也有一份工作 她就是唱歌 含话大家喜欢李炳辉的歌就多多支持 李炳辉即便生病仍然保持正能量 态度值得敬佩 TVBS新闻 欲无期苏凯 陈庄奇缘 全天三句超速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